我们要接着去来看就是 上个礼拜我们在做出聚集录制 然后也做按钮 按钮的话记得从这边插入这个按钮 然后拖拉就可以了 一个这个是清除 这个是串接 不过这个程式是用录制的 后来我们又把这个工作表复制 按Ctrl键拖拉过来 又多一个 然后我们又写了一个 这个是自己写的清除 这个是自己写的输出公式 输出公式基本上就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有没有 把它这里面原来的公式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里面可能会有几个地方 两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那个双引号 跟那个VBA里面用到的双引号 是重复的 所以会有冲突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就要把它里面的双引号 要把一个变两个就对了 一个变两个 这个规则一 第二个是说将来你要输出的话 那它有哪一列 基本上是从第二列开始 我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列号改成 这个I的变数 让它往下 二三四一直到最下面 可能101 然后让它激动的去帮我变化 那么清楚 这个是上个礼拜写的 那这个程式如何撰写 还记得吧 一开启那个VBA OK 二的话还记得吧 就是插入一个模组 反正以后写程式都插入模组 在这个模组里面 本来没有这个啦 Module 2 然后就插入一个Module 2 那里面撰写什么呢 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叫什么 叫门号底线公式 有没有 那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把 这个中间 这三行是我们自己写的 写什么呢 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就是第二列 为什么是第二列呢 因为它这个列号 我们要输出的列是从第二列 最下面到多少到101 你向下追踪就101 然后呢 我们做什么事呢 就是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 到应该是这个 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能要学会一个物件名称 叫Sales Sales里面 刮符哦 你要跟他讲两个讯息 一个是哪一列 好 I列 I其实因为 这个回圈2到101 所以它会变哦 第一次先给2 所以2的话就变12储存格 就丢 意思说把这个东西放在 这个后面的东西 丢到前面这个储存格 他就会直动帮你把它丢到这边的意思 OK 这个逻辑如果通的话 以后反正就差不多意思 OK 以后大概就这样写 那我们怎么写呢 大概记得 把那个公式丢进来 两个技巧 1就是先在等号后面先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双引号 表示说我要输出一个字串 好 特别是说字串就文字 输出一串文字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什么文字 你就可以把这个原来你如果会写的公式 把它复制贴过来 OK 把这个复制 有没有 然后取消 切到这边来把它贴上 贴的时候特别注意 因为公式里面有双引号 我讲过你第一件事 你要把你里面如果有双引号 把它用什么 把它用记事本 或者是握的也可以 用windows那个附属应用程式里面的记事本 记事本里面做什么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只要双引号变两个 编辑取代 取代的话就一个 变两个 第一步就完工了 然后把它复制 再贴到哪里 你特别之后关键的地方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所以恐怕你将来这个步骤OK的话 以后就可以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 把它贴上了 贴上之后你可以执行它 那执行的话特别注意 我现在把这个给缩小 现在执行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每一个都是什么 这个因为后面都是2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公式都一模一样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这个后面的2变成I 那你I不能直接放到2里面 因为它现在这个状态是一个字串 也就是说从头到尾都一串的 一个文字串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I放进来的话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2上面的话 特别注意哦 就是有一个技巧 要先把它分开来 这个跟后面这个分开来 那分开来之后要串的话 一定要end符号 所以一定endend 中间再放个I就可以了 所以我之前有讲一个技巧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2先选起来 然后呢先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endend两个 反正先两个双引号 然后呢两个end再移到 都是移到中间加个I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数放在它中间 它就会下一个下一个 它就会换下一个储存格 取得下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那把end前后加空白 OK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记得起来的话 以后就照这样的方式来做 然后后面的这个2跟这个2怎么办 再复制一下 再把它贴一下 反正这个上礼拜讲过了 我只是大概把重点复习一下 如果再OK的话 以后很多地方都可以很快就完成了 把它执行一下 这样子执行 它就OK了 然后清除的话 这样就清掉了 不过呢 就会有同学会问到说 老师可是我一般工作上 我不要说这样丢公式 我希望换一个 就是说我希望丢过来东西 它可以是怎么样呢 可以是最后的结果 而不是要公式 比如说像这边 公式我这边 写好 但是我这边把它改一下 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拿这个来改 for i 也就是丢的话 我可以我先把这边的 先把它改一下 这个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如果要丢的话 我不要是丢公式 我要丢什么 丢结果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只要丢结果 那有什么差别 我先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我把它改完的 那里面的话就不是丢一个公式 输出有什么差异呢 我看这边 OK 好 知青 那你会发现 它最大的差别 我如果把游标 放在这个储存格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它跟输出公式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它是在Excel里面 VBA里面先处理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过来 丢过来的话 就是最后的那个 手机的号码 而不是丢一个公式 那你说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你丢公式 它有个可能会比较的缺点 就是说 因为丢的东西很多 会造成档案会膨胀的力 如果你丢一堆东西 通通放到里面的话 存档发现档案会变大 第二个效率可能会比较不好 OK 但是这个方法是最简便的 可是未来如果你要效率更好一点 可能你要思考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种输出公式 改成输出最后的结果 但是要怎么样刚好输出结果 那请各位把上个礼拜的这部分稍微打开 然后复习一下 那我把刚刚的那个东西 其实在云端上的第14页 我们的云端白板里面也有刚刚的那个讯息 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如何在VBA里面直接输出结果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在VBA里面帮我写一个什么 制定函数 所谓的制定函数就是说 你可以在选取类别里面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它可以做什么呢 打开来之后你会发现 在插入函数里面呢 居然会出现一个叫手机函数 然后它可以给电信业者给门号的区码给门号的末码 会自动按确定自动得到结果 那当然这个手机函数内建里面有吗 当然没有啊 怎么会出来呢 自己写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自己写这个手机函数的话 该怎么做 不过手机函数它当然跟按按钮不一样 你可能还是要互动 然后最后还要自己点两下 它才有办法全部填满 OK 待会我们就是看这个怎么写 跟制定函数怎么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先稍微了解 然后待会的话 我们就针对VBA如何处理 就是说处理完之后 丢过去的其实不是一个公式 是处理完的那个电话号码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 可能放在储存盒里面的资料就不会那么冗长 而不会是一串的公式 OK 所以执行的效率相对的也会比较好一些 不过如果将来你的工作 其实也不一定要讲究那么高效率 也不会在乎说档案的大小 那没关系 你就直接输出公式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好处是快速简便 好 好 好